早上 還沒 那有裝標準的 我這樣去不動 我不會從 你看我怎麼會這樣講 你會很慶幸嗎 剛剛被肉桶專制了 這樣子是誰啊 但你不覺得每次問這一題 我都問 這樣子 這樣子比較大 你知道觀眾很累嗎 一直問什麼 不會 我們都會不累耶 我覺得啦 我覺得啦 人生到了這個階段 該來的會 該來的一定會 2022年算滿豐收 總共算一算其實拍了六部戲 而且都是非常完整 而且角色樣貌完全不一樣 那在三月底馬上就會有 Netflix播放飯 那接下來可能會有陸陸續續 他們會有規劃 可能去年拍的《說家話》 是 那我有去馬來西亞 拍了一部電影《一心結監製》 叫《富途青年》 接著我又去香港 拍了一部 滿道地的香港電影 那叫做《待遇人長久》 接著又回來拍了《心如姐監製》 徐昭任導演《有生之年》 對 馬不停蹄耶 對 然後就是滿滿的2022 那可能也會有滿滿的 2023的《五看人》出現 就請大家做的包包 所以去年我們同時在看戲的時候 他又在拍新的戲 幸福你了 謝謝 這樣子年收入大概是到多少 這個 聊天嘛 哎呀哎呀不要客氣 我跟你講 剛剛笑得最開心的是阿江 他就覺得我選對人了 因為這個人今年曝光率有夠高 對不對 選品牌大使像鴨寶 就是我到底選誰 然後這個人有沒有人氣 有沒有買氣 所以他是最開心阿 裝光嗎 還沒 還沒 那有裝閣幕的人 我這樣就不動了 不會吵到人 你看我怎麼會這樣講 很清醒嗎 嗚 對啊都過關了 對啊都過關了 雖然隔壁還是有人 但我還是 我覺得 嗯 就不能多說什麼 人家的事情 那你是前面的人嗎 我 我是那種很好睡的 所以 住我樓上跟樓下的人 應該都滿好的 對 你可以繼續請 嗯 嗯 嗯 風天大 那 自由度高啊 對啊 你知道我 也很喜歡修車 所以 希望 我自己有一個修車的房間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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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在 我已經開始想到養老的生活 對 超級肉毫的風氣耶 有什麼話 怎樣 要是怎樣 對啊 對啊 那我不覺得每次問這一題 我都沒有 怎麼啦 這樣子呢 我怎麼變大了 你知道觀眾很累嗎 不會 我們都會不累耶 我覺得啦 男生到了這個階段 該來的會來 該來的一定會來 那 我覺得男生可能都比較失敗 對女生的想法 男生可能就會想說 我有這個 有那個 那我再去做那個 好像周圍男生都這樣 那很多 我好像也是其中一個 類似這樣個性的人 就是不會說是衝動到說 我一無所有 又說 欸 我們來那個那個一下 那個啊 那個啊 就那個啊 我們兩個能怎樣 就那個啊 那 可是我還是希望可以 有一個比較 比較完整的東西 給人家 參考 或者說 我有這個空間啊 或者說 我有這台車啊 或者說 我有 我有 我又有什麼 可以跟你分享 可是你現在都有了 都有了 還沒啊 要等下去 就還沒了 對啊 我是覺得 總覺得我說 我希望 有一點 對啊 我至少有一個 有一個東西說 我有這個我可以跟你分享 我想要跟你分享 就 你跟我 我們一起這樣子 那感覺上好像 那時候是比較 對的事 那新家裝潢另一半 可以有意見嗎 可以 什麼顏色啊 嗯 什麼格局啊 嗯 當然 當然 當然會希望 是 人家喜歡的 可能 不能 全部都 搞得很像修車的地方 哈哈 對啊 臭男鮮 我們是臭男鮮 總不會就是說 進去的時候說 不好意思請 跨過去的人 看到 看到你的 看到你的大美 啊 你的書裝 書裝介紹 沒問題沒問題 你先經過我這一 這一排排氣管 首先呢是這個 我每天都會噴的香水 這品牌大家應該不陌生啦 這個就是被票選為 全球最性感的味道 希望我噴了之後可以跟它一樣性感 嗯 再來呢是我的 隨身攜帶的刮鬍刀 這因為拍戲的時候很容易 就是長鬍子年紀大了 所以 要戴這種攜帶式 欸 頭呢 我在裡面 沒事沒事 這只要這樣子拼起來 就可以立刻刮了 下一個呢 是我拍戲 就是 還會戴一個 這個 太陽眼鏡 就是墨鏡 太陽很大的時候 然後可以把它帶起來這樣 好 再來呢是 我有一個很特別的習慣就是 這是我的筆記本 這是 那個 樂創的 如果你每個月有捐款的話 它會送你一個筆記本這樣 幫助一些需要幫助的人 然後我的習慣是 我會用 這是我的鉛筆盒 我的怪癖就是 我都用鉛筆寫字 對 我就不喜歡用原字筆 就喜歡用鉛筆 然後這是我的橡皮擦 裡面呢有一些 那時候練 李浩銘 左手的一些 欸 被我媽撕掉了 不好意思 在這邊還有點痕跡啦 大家可以放大看一下 謝謝 我上一個寫的是 我拍戲的時候 練 浩銘左撇子的時候練習的 然後這個是 我最近在看的書 這個叫 前世的陰 今生的果 這是一個在講 前世今生的一個故事 然後裡面是利用那個 催眠療法去 探索你自己的前世 我覺得很有趣 推薦給你們 對每天睡前都會閱讀十五分鐘 到三十分鐘這樣 你們也可以 因為這樣會比較好睡覺 還有那個 馬修麥康納的綠燈 然後 何正宇的走路的人 還要滑預言 五百的寫真書 被討厭的勇氣 然後情緒勒索 就是這些書這樣 大多數時間都很喜歡看書 這個是小時候看 牧村先生 看他戴的項鍊 我覺得非常好看 於是我就 許願所長大之後 我也要買一條很大一張 就希望有一點可以變成 無存拓栽 樓相有點多欸 對不起拓栽 對啊 有點多啊 梁朝偉我也很喜歡 同時扮演兩個角色 我覺得這個挑戰還蠻大的 對 最大的收穫就是 就藉由這部戲讓我 學到了什麼叫做 療癒的重要性 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你要怎麼樣去 治癒你自己 我現在的話是透過 打坐冥想 就每天睡醒的時候 洗完澡會打坐冥想 這樣 是不是很難交到女朋友 其實我覺得有 打坐習慣之後 就沒有什麼壓力 維持了快三年了 當初是因為我在 街拍畫千古的時候 然後裡面的就是那個白子畫 他就是那個世界裡面最強的人 然後他都不練功能 他平常就做一件事情 就是打坐 然後我就想說 真的有這麼神奇嗎 我就想要試試看 這樣 然後我打了之後發現 真的有 真的有 我覺得 每一個角色都是我在 成長過程中的老師 那 以前的我會把角色的好跟壞都留下來 那現在的我會把好的留下來 然後壞的我會慢慢的把代謝掉這樣 就當做是告訴我自己的一個警惕 浩鳴留到的身體裡面就是 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溫暖的人 對我覺得他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去學習 比如說怎麼樣去對待一個女孩子啊 怎麼樣去很細心很溫柔去照顧一個人 對 小劉的話就是大家上學到就是習慣 你們應該會覺得不太好 但我覺得其實不錯啦 就三不五時就是今天不要洗澡啊 指甲不要剪啊 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走路就要怎麼走就怎麼走啊 但我是輕度潔癖患者 浩鳴是重度潔癖患者 小劉是無潔癖 有試過三天不要洗澡 我體驗一下小劉的感覺 其實不是我受不了耶 就是我連我的狗都不理我 可能是我太臭了 第一個是我的指甲一定要很短 要非常短 就每次我媽都會說為什麼要剪那麼短 就是因為我覺得有指甲很容易有污垢你知道嗎 然後第二個秘密是 我每天都會打破 第三個秘密是 我不吃肉 吃豆腐啊 喝豆漿啊 也不吃 對 我是國變素 只聽黑膠唱片 很勁爆的 就是我最近在學鋼琴 之前看完那個LaLa Land的時候 就覺得那個鋼琴聲音很動人 我就很想要學這樣 之前有學過吉他跟口琴 目前嗎 兩個禮拜 我不攝取我咖啡因的東西 然後每天睡前跟起床都要洗澡 平安健康快樂 希望我二十三年可以多演一些不同的角色 比如說變態殺人犯啊 男扮女裝啊 外型沒有要求耶 其實我從來都沒有就是一定要帥或是好看 沒有這種事情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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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都還好耶 我覺得變胖跟變瘦其實難度沒有很高 高的是 比如說你演一個變態殺人犯 然後你要怎麼樣變成變態 這比較難 就像我演小劉跟浩銘的時候 我會去用他們的習性去生活一樣 對 我會想要... 好